我們看 ABC三個數乘調合 那麼這個等了多少 所謂乘調合的意思就是說 ABC乘調合的意思就是說 A分之一 B分之一 C分之一乘等差 那B分之一是 A分之一跟C分之一的 所謂的等差中向 也就是說 B分之一會等於 2分之 A分之一加上C分之一 那我就知道這個ABC的關係 也就是說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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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2分之一 它乘以多少 ABC分之A加C 要不要倒過來 那這個B我們稱為 是A跟C的調合中向 A加C分之2ABC ABC有這個關係 我們看看的話 第一個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 A減C A減C的平常點多少 等於這個是 A減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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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這樣 這樣子 好 我們知道 A加C 乘以B 是等於2AC 所以 這等於2AC 所以 一乘的話 等於4AC 也就是說 那 那 A加C的平常點4AC 就等於多少 等於 A減C的平常 A加C的平常 減4AC 所以這裏 你才還是可以